風中三寺先來一段音樂 不是壞記 待會再慢慢解釋這四個音樂 阿發親自為大家展出 阿發準備了一個話題 與歌曲的歌詞有關 與歌曲疑似與抗爭有關 下午大家有看節目也知道 香港台水源充足 由今早上岸上線開始滴水 現在都在滴水 旁邊有一個白色桶 應該是冷氣機問題 天花都滴水 又說私人事 你家裏有漏水 上星期我搞法師玩家 被Sam Ho中毒以心 終於獨法身亡 然後上了好友的店 就添置了一點起床 我知道身邊很多D100的聽眾 都應該是音響發燒友 或者玩音響 現在你可以把你的iPad 或者iPhone 聽風中三寺 因為通常現在的機器 有那些Streaming 你就可以把你的訊號聲音 射到你的機器 就駁你那部很漂亮的 前後級 座地喇叭 現在我們的直播室 有水滴聲 水滴聲 真的有 你的HIFI 你的HIFI聲音 漂亮不漂亮 大家推高點 大家來測試這套音響的水滴聲 聽聽 嘩 聽到嗎 聽到嗎 有沒有水滴聲 有沒有水滴聲 有啊 嘗試水滴聲 有牌膠 幾個立體啊 D100的聲音 一樣都漂亮 很漂亮 說回那四首歌 包括哪四首呢 法哥 第一首就是方浩文的《人華》 《人華》要介紹一下 今年這個叱測的網上投票 在我最喜愛的歌曲 只剩下他這個台肯 有一首歌叫《入選》 和抗爭有關 方浩文的《人華》 有兩個版 一個粗口版 派上台就沒有粗口版 這樣就叫做《人華》 另外那三首呢 法哥 另外第二首就是 鄧紫棋 阿詹的 前幾天才推出的 叫《摩天動物》 《摩天動物園》 《摩天動物園》 對《摩天動物園》 類似是《風刺大陸》 我覺得 第三首就是 那是自殺的 如果他這樣做 其實就 第三首就是 好像是星期六誕生的 這首歌好像是 第三首就是 很Hit的一個節目 就是 ViuTV 《全民造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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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全民造星2》 我們逐份歌詞 先看看 看《人華》 法哥 哪一首歌 是否也講這件事 其實可能一般人 聽這首歌 大家應該先看MV 大家有看過MV 也知道 MV有很多畫面 都是拍攝著 《777》、《黑警打人》、《記者會》 其實這份歌詞的說話是很中狠的 第一句就說,聽你說話聽到聞,用你特殊技能扮中狠 就聯想了什麼呢? 就一定是《777》說歪理,如何自圓其說 錯就錯在已被鑑欠公運倒退的騙運 英文就是Tell me what 7 you say 網民喜歡這首歌,是否因為它直接到位呢? 其實在一個運動中,文宣都很重要 除了文字、動畫、歌曲都很重要 所以這半年來,很多歌曲都是諷刺這個社會 不過我想問你們,你們以前那一代有些歌曲 除了Beyond那些,有沒有那些歌也是 封刺時弊? 是啊,沒錯 有,Sam那些就是最出名的封刺時弊那些歌 譬如什麼《嘉嘉熱潮》、尖沙咀、蘇時 《財神道》、《八千寒》、《八千寒》 《八千寒》、《八千寒》、《八千寒》 其實《嘉嘉熱潮》最明顯是說 社會的百財都貴了,窮到洞,貧富懸殊 許管傑將廣東歌推上去另一個層次 他找來那些填詞人,功不可門 大家覺得很貼近這個意思 大家聽起來很有共鳴感 所以叫做諷刺時弊的歌之類 Beyond那些就是一種革命的意識流 他又有些世界觀,譬如他去非洲之類 然後又將一些自由的信息帶回來 很適合年輕人的風味 譬如說有一首歌是類似什麼 《我不放棄》、《絕不放棄》、什麼《繼續革命》 什麼《我一生沒有後悔》、《無悔者一生》 聽起來就是大家一聽完之後又去考試、找工作 接著跟炒老闆魷魚 再去發展是很有鼓勵性的 他的中文就容易理解 小學未畢業都會看得明白究竟他們說什麼 不用說太過深奧 如果你說歐美流行曲的 你從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說政治、社運 如果大家有興趣 今年好像《胡士托》又再出一些CD 1969年整個《胡士托》裡面的歌手唱的 全部都是《反戰》、《和平》、《外語和平》的歌 那些是深一點的 你說那些《Bob Dylan》那些 簡直是去到諾貝爾文學獎級 香港那些就沒得給了 不過你說香港那些是啞族共賞 容易入腦一點 不過我的啞族會不會說現在這位歌手 你那些演藝界、牆頭草 大陸有得賺錢的時候 全部一窩蜂回大陸 到現在大陸好像要封殺你所謂香港的歌手了 你又在那裡假裝 假裝黃色 回流回來香港 然後唱這些那麼敏感的歌曲 我就覺得會不會別有用心 鄧子琦那一首唱國語 在大陸發行 香港也有 她主要賺錢的基地 你知道她的經理人又出事了 她又要自己獨立營運 我覺得她那首歌應該自己踩屁 其實這首歌如果大陸 她走大陸線 一片聲音都會被禁 待會我們再說她那份詞 方浩文其實最重要是兩段 因為她自己填詞 其他那些都重複的 不是說寫得不好 不過剛才阿發讀了第一段 第二段是更直接的 《真相早已失了蹤》 《任你作》 《偏頗劇情是空洞》 《沒對話》 《林鄭沒有對話》 《信任已斷送》 包括警察也不會相信 《你喜愛妖言惑眾》 《驚耳漢通》 所以人話 就是今年叱測那裡 就叫做大熱一點 鄧子琦編詞心好多 心好多 還有很長的 沒什麼重複的 就斷斷寫斷斷寫上去 剛才你剪的那段是哪一段 就是 《那些被歸贏的套》 《他們眼睛深紅》 《只會每日妒忌別人的成功》 《於是學習蟑螂到處爬著牆》 《不怕黑也不怕妝》 《大便也天上》 《為了前往光鮮的監房》 有蟑螂在裡面 所以這首歌什麼都蠻辣的 其實這首歌是不是倒轉想 其實在笑著你這群小子 我覺得不是的 為什麼 因為我講一講 其實鄧子琦 本身在香港做歌星先 在我們以前初中的時候 我也有很多同學很喜歡她 鄧子琦其實也是90後來的 然後可能那一代因為太多偶像派 她可能是被迫回大陸發展之類的 那這兩天 我上連登 我就突然看到一個帖子 都挺熱門的 就是說鄧子琦出了一新歌 就叫《摩天動物園》 可能是暗喘這個大陸的 那時候一想 不是吧 這麼夠僵 但是想想 她的歌詞有多有道理 這段也像是大陸的拜金族 人人都各自想登峰插上自己的旗幟 純白的甲子 即是民主派 為什麼他象變成了歷史 那麼努力要騎到寶馬 BMW 買到房子 即是錢 不過是為了讓青蛙能夠變成王子 那麼 照計大陸的網民或者那些暴發湖那些 聽到這些 對白又是不喜歡的 沒錯 還有我本來都 都不太相信她這個是暗喘這個大陸的 那我剛剛我上網再找些資料 原來 上當年這個雨傘革命的時候 原來她跟她男朋友都支持雨傘革命 所以我就更加肯定這首歌 應該是寫衰大陸 還有好像我聽聞 其實這幾年是想回香港發展 但是 太遲了 太遲了 你舔大陸的水舔得這麼開心 你這句都是寫娛樂圈 還是寫究竟共產黨 一個個紅得快速 紅色就是共產黨的顏色 卻餓得變了排骨 如果是寫明星 即是說紅了之後 就個個掛著要變瘦 但是如果是說奶共的話 就是奶共奶得快 最後就是餓死而已 餓得變了排骨 那就不知如何現形 鏡子裡的怪物四處無人他就敗路 當初都憧憬好來奧 即是Hollywood 最後都跑來哭 我覺得有一段 比較膚淺 哪一段呢 單純的一群小白豬 被鳴鳴鳴分圖擺捕 衣服都故意小快捕 淪為潮牌路 賣了靈魂撈財富 這個 這個都是寫錢的 我覺得 我覺得很膚淺的 很明顯 不要說我侮辱女性 賣了靈魂撈財路 即是什麼 做雞 那又反過來 我們放牆雙眼看 你說一個藝人 一個歌手 他的風格 他的政治立場 那不是說 一首歌就定勝 就好像今次區議會選舉 那些無端端說 自稱是黃色的 自稱是義士的 自稱是泛民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 大家倒一局而已 那你歌手永遠都是 最低限度都觀望他357年 究竟他是真王還是假王 像何韻詩 何韻詩我也難說 例如黃耀明那些 一向他走到最前 最低限度過去的10年 何韻詩我就沒有太多留意 究竟他什麼時候開始黃 我就真的不太了解 你說黃耀明那些 他一向的態度都是這樣 你這個鄧梓琦 是鄧梓琦 一首歌 你一首歌就要 轉成黃色 沒那麼容易 你舔大陸那一陣水 都舔了這麼多年 最少都十年八年 對不對 那到何韻詩那一首歌 不是 Hugo那一首歌 Hugo是ViuTV 什麼造星決賽 他是不是拿了冠軍 我不知道 總之他的歌 立刻被人剪出來 大HIT 大電視台 規定不能出字幕 不知為何 我上網也看回的 報紙雜誌都問ViuTV 為何不出字幕 他們回答其實 也有幾首歌沒有出的 可能是故障 不知道 故障 但你有沒有找到他的歌詞 有 因為他是Rap 我不是很聽到他唱什麼 有 我有找到他的歌詞 這首歌是Hugo 自己創作的 以及他的團隊 他一段Rap 就是 墜落著一片洋子鏡的花瓣 墜落著一個族群被淡化 一隻有一隻被打破的雞蛋 一次又一次人性的災難 再向前行 有素未謀面的手足 四面八方 攀上一座山峰 修補 烈逢 讓敵人一切成空 搭著我們的語言 將自己繼續向前衝 繼續過去 努力改變整個人生 嘩 在ViuTV選擇他做冠軍 想死 好像是 但ViuTV的立場 我們年輕人覺得他應該是黃 也黃 起碼沒有對待TVB 沒有聽到前線那些 什麼霸體ViuTV之類 Viu仍然可以多站在抗爭者那邊 我也有看過演賽 他也很大陣仗 穿成一個好像宗教領袖 旁邊有幾個不同的Rapper 背景是一個耶穌 還有合唱團 所以也算不錯 說宗教 我覺得很敏感 他用一個宗教的演繹方式 那些是像耶穌會教徒 還是ISIS 他背景是一個教堂耶穌 十字架 他自己穿的衣服 就像黑色的大主教 很大件袍 都蠻帥的 我覺得這首歌應該 在這場運動都會蠻熱的 因為他用一些字眼 都是楊子晶的花瓣 聚落一個族群被化膽 就是我們這些香港人 雞蛋也是形容香港人 我覺得他最棒的就是 再前行 有素味謀面的手足 四面八方 攀上一座山峰 素味謀面的手足 即是說今次這場運動的抗爭者 四面八方 攀上一座山峰 他的意思可能是說獅子山 即是繼續向目標邁進 等等等等 只要何韻詩的夜行 他有份幫忙演繹 但其實成份詞都 我覺得都OK 不過最明顯的那一段 就是重臨舊戰地 我不知道他是說金鐘還是立法會 還是怎樣 火光鐘寄起 可能也繼續有人抗爭 當然是放火 當天相約 榮光鐘不放棄 都是煲底再見之類等等 那聽… 那這種曲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四個曲 因為 我 rugbyunte 是好 昨天進入澳門 曾經後的反映 老房子 Cada日有什麽 再說是皇哥東題 於是沙田東些勘扯 然後有些黑警頼發神經 暑 als停的不停 日後 那時呢 便有一財警大會 也有聲稱 有一萬人 隨便吧 我們那些遊行的 隨便撿一渣 都比你多 不過你說去撐就撐飽了 但如果又有撐景 沒了聲音就不行 幸好又彈了新歌 出來等等 大家保持著氣氛 不要放棄 他們撐景 昨天我時運低 廣台32還是31 32 直播 我看了20秒 有點想吐 那些上台他以為自己是明星 穿著那件衣服 很奇怪 他們的胸口貼了一張紅紙 紅紙正方形 好像新界社團 社團轉裝 轉手 大家喊咪說話 去喝 但那張紙真的有些 我覺得不太香港 正方形 寫了幾個字 你以為是某方勢力嗎 他又有黨旗 又有中國國旗 總之又印上臉 總之隨便吧 有些人上去發言 我聽了一點點 有些人上去說話 香港人辛苦了那麼久 你們又有什麼絕不孤 你也是學別人說話 有些人疑似私了 上去說話 但眼睛看起來好像 好像他對眼睛看起來 對眼睛看起來 對眼睛看起來很奇怪 雙眼通紅 又腫了 總之很不正常 不可以說話 但我又想知道 報警板在哪間製作公司做 我看電視的顏色 肯定是差一點 應該有很多錢 那些顏料很奇怪 總之不是很純眼 他的設計 但他們很自豪 不是自己是J嗎 他前一陣子 我們年輕人世界 都有一個網紅 很多人都不同意他 天水為陳浩南 有沒有聽過 天水為陳浩南 沒聽過 流馬車 喔 流馬車 又坐過牢 又被人打得爆破 他很自豪 有時候他拍片 上幾次他撐鏡大會 他一下來好像是明星 是傻子 多謝 多謝 不知為何 很開心 很明星 他真是傻子 常常扮邪霆鋒 那個龍心 那次尖沙咀遊行 我跟他搭同一隻 天星小輪 在香港過來 我一上船 我看到龍心 避開他 免得坐在旁邊 他跟朋友戴上架 一到中樓遊行 他不是遊行 他走到馬路中間 然後就放大喇叭 播一些疑似 即阿鵬的音樂 那些什麼 Oh the world is the ending of the recurring 然後開到鬼咬那麼大聲 然後就在自己的馬路中心打功夫 但警察不理他 我們又被迫看著他 因為我們走不動 看著他 然後他不斷在旁邊 總之在個人變 你跟他說 龍心 我已經苟仰李大明 你想不想欺騙你 接下來這幾天一定 你想不想做這個 全香港都討論你 我幫你拍片 你拿電話來 你立刻在天星小輪那裡跳下去 你跳下去 我爭取民主 你是PK777 這個也不夠氣 你稍後引警察放出去打 讓你自訓 對 一扔出來就立刻撿起他 放進口裡 然後就在口裡噴煙 我告訴你 一定會上國際法 你騙你 如果你耳朵會噴煙 我整張桌子吃掉 其引以思一 一天媽媽生日 提早一個禮拜幫他慶祝 又暈下澳門來的 大財 有沒有被人抓 現在大家聽著 第一手資料 星期六已經收到何鏗 Whatsapp通知我 就說 喂 阿塞不要回澳門 很危險 我說什麼時候 我發了一段新聞 疑似香港男子 在港珠澳大橋 被公安檢查站 人間消失 然後他又發了 我回答阿亨 不用怕 我會搭船 然後我想一想 我說搭船 他不夠僵 在澳門碼頭設定檢查站 因為那裡 一國兩制 你不可能在那裡做關檢 我們沒有回到大陸 你講主要大橋 因為有一個緩衝區 可以有澳門 可以有大陸 當然他 今次 這樣的做法 也是不對的 然後星期六晚上 一邊倒球 一邊很擔心 我 糟了有沒有事 不斷檢查手機 然後看看有沒有照片 你知道自己有熱血的 然後檢查一下照片 然後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被消傷 推翻共產黨 救護新香港 我 判斷 什麼集中事 大片道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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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想一下 好危險 先檢查一下 因為我手機有些100個AM 然後檢查近這30集 分到三字 看看 因為我重溫沒有看到的標題 看看有沒有一個標題 法哥負責打標題 然後會不會其中一集寫著 周鵬 大麥 武澤東是大摩托哥 這集不要 我以前就有這樣說 現在沒有這樣改 然後 一邊就說沒有 一邊就在想 會不會有事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什麼相片 有沒有什麼片 Facebook 你手撈來的 手撈 不用了 Facebook 不用怕 Facebook我的私人帳戶 就算它開到手機 它只會在裏面 看到花草樹木 煮菜 不會有那些東西 反而是裸女相 那些叫做榮莊 都沒有什麼 沒錯 怎樣在Chrome搜尋 Darling Yourself 有沒有什麼特價優惠 它一看到這些 肯定放行 但如果節目Facebook 就多數糟糕 我想想 要不要戴舊手機 我戴舊手機 最好你說自己在職貧窮 沒有錢買電話 對 又不戴電話 但不戴電話 媽媽找不到我又不行 於是 做了一輪措施 然後 星期日 好 起床 之後 看看新聞 看看有沒有什麼澳門 因為其實最麻煩 上星期五 收到消息 習總會到澳門 還要是今個星期十八日 我星期日過去相差三天 一定是高防備 果然星期六已經是這樣 於是乎 星期日起床 看看新聞 沒什麼特別 我那道出碼頭 三個站 走過去都到了 去到買船票 沒什麼人 又不見到 澳門 香港那邊沒什麼 你又不會反過來 你想起平日很多人 今天我周圍都沒有人 預料一定沒有 因為你傳了消息 塔人回去被消失之類 當然是少一些 也有些人 都很順利買到船票 還有特價 然後就買好走 買11點 早點都沒有 然後就上船 沒事的 準備上船 好 一上船 然後就給身份證 過關 一過關之後 糟了 見到前面一堆人 看排隊 平日沒有的 大家搭去澳門 那裡是 一天買煙 又是買雪茄 又是買手信 準備過門 就是去搭船 那裡有一個檢查站 當日我的行李 除了一樣是個帥哥 還有剪了個帥哥 見媽媽之外 跟上班一樣 但我的身體多了一大袋東西 因為我媽媽生日 就有人下單 就說要買一張新的鵝絨皮 連上皮袋 然後有一大包湯包 有些日本交報 連上月曆 沒有為禁品的 還有一支茶 然後就全身 就帶著幾千元賭本 就是這麼多 完全沒有違規 誰不知說排隊 好 排隊就排 我就說死了 我只剩20分鐘 然後很快很快 去到 就跟機場關一樣 就走過去 檢查行李 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舉高雙手 屁股向西 然後拿一個圓圈的金屬探劑 就沒事 我就放行 我知道一定沒事 好 下去就上船 上了船之後 就出發了 睡覺了 一個小時 睡前 都醒了 拿回手機出來 看看有沒有誰 自己有不熟悉 在群組裡發出 是呀 一刷掉就糟了 一過關一下電話響 真的沒有仇報 還有 因為我的4G 要過大嶼山 都還沒有斷線 所以我一定要睡一睡 中間醒一醒 再檢查一檢查 因為如果WhatsApp Group 又無端收到 毛澤東是大魔頭 習近平是Hello Kitty 那樣 混蛋 然後走半個小時 還在香港水域 然後看看 先刷掉最後的東西 好 安心睡了 一天開始沒有訊號 好 到了屋門 下船 很正常 看到多了幾個施警 碼頭那裡 好 一到準備過關前 就看到有X光機 還有那些 那些 類似 那些 下馬洲之類 很幻想 我心想 你查行李不要緊 我怕他真的要查我手機 還有我不知道他知不知我是誰 有一個人說 你這個 封總三子 奏牌 我不是奏牌 大哥 但一樣 你兩個都是話事人 正常 心虛那些 差不多過關 看到那些施警 幾個 無緣無故都不用對講機 一用對講機 就開始歉 不關我事 我無辜 然後就 我怕要入房 入房真的大了 是啊 兩三個小時 童叔又過不了去 幾個都過不了去 我心想 我沒事 我的一把沒有身份 我探媽媽而已 薪工又很普通 又不是決定那個 拉拉PBS那些 關我什麼事 CAP 又不是我上的 拉就快必 死混蛋 拉他 關我什麼事 我在香港台 不斷安慰自己 過完機 沒事了 然後又是 自動過關 然後打手指摸 出去 到要 申報不申報那裡 然後 怎知道 只有一個海關站在那裡 這樣我就背著 走過 我看一看他 他看一看我 我看他沒有動作 那就走快兩步 剛剛跟他平衡的時候 突然聽到兩個字 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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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 那邊 我看一看 什麼那邊 原來他叫我過多次機 再過多次機 米玉 你脫了鞋帶 嚇死我 我怕打回頭 看不到媽媽 可能以後都看不到 如果這次也過不到 之後又過多次機 過完之後出去 沒事 立刻 我常常都說 很害怕 可能香港太多人 有那種妄想迫害症 不要常常高估自己 北京會搞你 北京很不空 但香港的泛民主派 什麼都 那種叫杯弓蛇影 他一定搞我的 無緣無故有人跟蹤我 肯定是北京派的國安 他會不會高估北京對你的重視 我們中國人 不是我們 深圳河以北那些大陸人 做事 那些叫做 差不多先生 他們打工 找飯吃 我舉個例子 大家討論一下 阿發你自己給點意見 王國彤 一當選區議員 過滿 立刻打回頭 你覺得他是因為當選區議員 本身是律師 還是近來做很多義務律師 所以不讓他過去還是什麼 當時未宣布集中過來 一定是做了區議員 一定是 即區議員 新當選那批 還要不是愛國那批 就全部打回頭 但他整個運動 他義務幫那些議事 都很出名 很出名 所以我就想 如果用阿彤叔的案子 他本身當選區議員 禁止 還是做義務律師禁止 還是他本身高調去支持反送中運動 所以禁止 然後我心想 除了我沒有當選區議員 我覺得我做的事情跟他差不多 我也有遊行支持 但是他幫人打官司 打官司 即是一個專業的展現 好了 反過來 之前也試過有些是做義務救護員 然後登記了新聞證 一樣過不了澳門 很嚴重的 所以就奉勸大家一句 這幾天 特別是這個禮拜 不要過澳門 真的過不了 昨天已經很接近了 今天星期一 習近平 這個偉大的習近平 偉大的習近平 希望下次給我回澳門 阿彭說什麼魔頭 大魔頭 大魔頭 星期三就過去 今天收到封 自己人都說 澳門也是 我媽媽報的也是 很多直升機到處飛 到處巡邏 要檢查清楚 另外 跟一般安全的檢查一樣 油站等等 有高危險性的 封了 甚至乎 到星期三不准進油 怕你做什麼 汽車炸彈等等 真的很高規格 我想 今天和明天 更加嚴重 可能甚至會封了 星期三 我都問媽媽 究竟習近平 來澳門 澳門住 不可能 住在大陸 住在大陸 因為他個人很快 如果住澳門 住在哪裏 他就說了一句 住這個 一定不會住風景酒店 風景酒店 做了葡萄牙領事館 被那些葡萄牙 在澳門 住那批人 在那裏 但又沒有什麼酒店 值得他住的 又沒有什麼 棺底 那些棺底 很多都是葡萄牙式的 你作為 中共領導人 沒有理由住在那裏 所以澳門 住的可能性 應該不高 而且他很迷信 風水的東西 很跟得足 是啊 那你不通住在 這個叫做 什麼金蓮花廣場 那些什麼解放軍 那裏 那裏是很大的地方 但那裏沒有什麼酒店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裡 好啊 還有就是很多消息傳的 第一 習總 一換賀一城之後 澳門的樓價已經慢慢升 因為傳又說 大陸送大禮 然後澳門將會轉為第二個 香港的股票市場 然後有大搞金融投資 股票市場 我很期待的 然後我有些朋友 在澳門金管局做的 真的已經在開波 談究竟是否要請人 然後怎樣搞發行 好像創業版那樣去搞 是很難搞 但真的會搞的 所以接下來澳門 如果真的搞 有很多 就是找頭那股錢的機會 然後搞不成 就不要緊 你找頭那股錢就可以了 所以可能很多 香港的 叫做不得撈的 那些什麼 金融專才等等 那些 可能去做開波牛 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阿里巴巴 就真的 真的不爭氣了 明知道 習主席 偉大的習主席 有這個舉動 澳門要成為 這個叫做 亞洲或者中國的金融中心 又說要取代香港 又說要取代香港 其實 他們要搞的 其實可以 很快搞得行 其實 阿里巴巴 是不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是 早前香港招股 雜資 現在二百零多元 其實阿里巴巴 沒有理由 他春光眼不知道 集中的動向 一定知道 他有個計劃 一定 來近澳門 會大搞金融 會會會 如果 這些互通眼尾 如果我作為阿里巴巴的高層主席 我一定會等到 習總他下了命令 澳門 將澳門成為 打造 用一些比喻 打造成為金融中心 阿里巴巴要成為 澳門國際金融中心 在這裏 第一隻招股的 超級大企業 這樣才叫柴仔 為什麼你來香港 你不給面子 習總 他可以有個副產品 照上市都可以 但是 你想想 香港由這個 我不記得 好像應該是 七幾年建立自己那個 可能再早些 那些四個交易所 這個 做香港交易所 所做的事情 是很龐大的 第一 你一個很完善的交易系統 那裏接到一些 即是人才或者電子系統 好了 有試過倒市 然後 再有 這個叫做 發行商 你要發股票 那你沒有一些合資格的發行商 要怎麼發股票呢 那你要有 全創 適量的管理 好 然後又有一個 很完善的銀行系統 好 但是澳門真正 有銀行牌的 是這麼多這麼多 因為澳門不是這麼多人 好 但是如果你再大量 發些銀行牌出來 又干擾了那個 叫做 澳門那個 那個 那個外匯 那樣東西 好了 另外最大量的那樣東西 就是澳門那個澳幣 是跟港元掛鈕 港元跟美金掛鈕 那如果澳幣是被 那些港元 牽引住的話 其實你的股票都很大 就是說 香港 如果 譬如 港幣 或者聯繫匯率 倒下的話 你澳幣沒有脫離 就死 因為澳幣沒有跟任何東西掛鈕 一定是跟香港掛鈕 所以 100元港幣 過去換103元澳幣 就像我們一樣 美股升 我香港就升 所以澳門的交易 股票 如果用澳幣去結算的話 其實你都是給香港定義的 如果香港 倒下的話 你根本澳門的股票市場 都是倒下的 譬如說 舉個例子 阿發那份人工是跟阿通掛鈕的 阿通加 阿發就有一加 阿通減 阿發就多一倍 一樣的 所以你根本就算 蓋了整個系統 有很多東西 根本都未掛鈕 除非你說澳幣是跟人民幣掛鈕 但是人民幣又浮動 那你怎樣交易 其實沒得做 基本上那件事是很難搞 有牌搞不行 總之 我也不知道自己剛才在說什麼 我剛才說的多數都不對 我正在等澳門發達 計說10年前 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後 2020年還差兩個星期 上海做不做到呢 上海未做到之前 現在又說要搞澳門 我正在等待大陸發達 我告訴你 我其實除了賭場飛龍這個花名 賭場飛龍 我另外的花名正式叫澳門